此刻正有一个孩子在地上打滚,哭闹着要吃肉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,脏兮兮的模样,很是埋态。 哈尔特爹,宝蛋他不肯吃东西。 乖宝蛋,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,等傍晚休息的时候,爹给你做肉。 我不,我就要吃肉,我要喝肉汤,现在就要。 哭喊着的熊孩子还不忘手指着肉汤散发过来的方向,撒泼的动作也没有停下。 宝蛋,听话啊,爹保证一定给你做肉。 我不,不行,现在就要,现在就要。 男孩显然是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,撒泼哭喊着,似乎也看出了爹娘不敢去。 眼睛一转,指着旁边的两个女孩。 你让那两个赔钱我去要。 他爹,要不就让大鸭二鸭去,他们是孩子,兴许那边看他们可怜真给了呢。 能行吗? 男人表示怀疑,现在谁家的吃屎不宝贝的和命似的。 不行也得行,宝蛋不吃东西你不心疼啊。 行吧,就让他们试试。 大鸭二鸭,听到爹娘的话了吧,不管是半可怜还是怎么的,要是要不来饭,你们也别想吃饭。 说着,夫人拿了碗递给他们,眼睛里满是嫌弃。 要不是因为这两个赔钱货,婆婆能这么嫌弃她吗? 幸好这个糟老婆子一场病,没了。 大点的女孩认命地接过碗,眼神麻木地看着娘,领着妹妹向着李家村聚集的地方走去。 赵村长喊住了两个小姐妹。 大鸭,你娘,又为难你们姐俩了。 村,村长爷爷。 这是这些日子以来,唯一对他们散发善心的人,大鸭心里是感激的。 可怜的孩子啊,赵村长很想让他们不要去,结果都是预料到的事。 可想到他多管闲事以后,这两个孩子回去又会遭到一顿毒打。 赵村长的话,终是没有说出口。 顶着一些人奇怪的目光,大鸭带着妹妹缓缓向香味发出来的地方靠近。 很快,穿过赵家村的人,来到了李家村休息聚集地。 两个犹如骷髅般瘦弱的孩子的到来,也引起了李家村民的注意。 他们没有听到夫人的话,所以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来到这边是做什么。 看了一眼后,也没有过多在意。 直到他们停在了古恩人休息的树下,看到他们手里的碗,大家才明白两个孩子是为了什么。